大家好,我是Roland 你知道吗?新加坡政府刚刚宣布 未来五年将投入300亿新币 用在科研与创新上 300亿,听上去是不是一个天文数字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新加坡这么小,真的需要花这么多钱搞科研吗? 更重要的是,这些钱花下去 到底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 RIE20-30背后的真正逻辑 以及它可能对新加坡产生的影响 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会涉及到我们每一个新加坡人 这也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重点 希望大家有耐心看完这条视频 我们先来看看 这300亿新币会投到哪里去? 答案是四大领域 先进制造 生物医药 可持续发展 还有人工智能与量子科技 听上去很高大上,对吧? 但其实它们都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先说先进制造 新加坡不是一个传统制造大国 但我们抓住了高端制造 比如半导体 2024年全球每四颗芯片 就有一颗和新加坡相关 阿斯麦,台积电,革新都在这里布局 这意味着未来的就业不是流水线 而是高技术含量的研发工程岗位 再看生物医药 你可能知道新加坡已经是亚洲最重要的制药中心之一 辉瑞、诺华、里莱都在这里设有研发与生产基地 在RIE2030中 生物医药不只是做药 而是要发展精准医疗 什么叫精准 就是通过基因检测 为你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想象一下 未来你去看病 不再是一个药对所有人 而是一个药对你的基因 这不只是医疗革命 也是减轻家庭医疗负担的关键 第三个 可持续发展 这部分可能跟你最有直接关系 未来十年 能源、电力、出行都会改变 RIE2030要推动更高 效得太阳能、储能技术 以及绿色建筑 比如说 未来的HDB组屋 会用智能节能系统 电费更低 居住更舒适 到2030年 新加坡要把碳排放强度降低到 比2005年低36% 这不仅仅是环保 更是你家电费账单的真实变化 最后是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 AI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Chat GPT你每天都可能在用 但新加坡的目标不是做娱乐工具 而是要把AI用在医疗诊断、智慧交通和公共服务上 比如医院用AI帮医生看片子 政府用AI优化地铁调度 至于量子科技 它可能还比较遥远 但别忘了 量子计算一旦成熟 金融安全、药物研发都会被彻底改变 新加坡的想法是 必须在未来关键技术上 占一个位置 所以你看 四大领域不是写在报告里的口号 它们其实就是新加坡 未来十年经济和社会升级的股价 但你可能会问 这些领域离我们普通人 真的这么近吗 别急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先说就业 新加坡每年研发投入占GDP的1%左右 这个比例能和很多大国比肩 300亿新币投下去 未来五年预计能带动数万个高技能岗位的就业 举个例子 先进制造领域 2024年已有43亿新币的投资承诺进入本地 这意味着从半导体工程师 到智能制造软件开发人员 未来都会非常抢手 再比如生物医药 单是辉瑞在新加坡的疫苗工厂 就带动了上千个本地就业岗位 所以如果你正在选专业 理工科、计算机、AI、生命科学 可能就是未来十年的风口 如果你正在考虑转型 那绿色能源顾问、数字医疗专家 也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简单一句话 这不是科研烧钱 这是在给未来的工作市场买种子 第二个影响是教育 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的孩子一向卷 但在RIE2030下 这个卷会更有方向感 比如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早就在量子和AI研究上进入全球前十 再比如 Astar科研机构每年都会提工匠学金 让本地学神和全球顶兼学者合作 根据最新数据 新加坡科研论文的平均影响力 比全球平均高出74% 什么意思 就是同样一篇论文 新加坡的研究更容易被全球引用 这说明我们的科研质量 已经不输欧美大国 对普通家庭来说 这意味着你的孩子 如果愿意走科研路线 不需要非得去哈佛MIT 留在新加坡 也能接触到全球顶尖项目 而且 奖学金机制和科研岗位的增加 也会让更多年轻人 有实际机会进入高科技行业 第三个影响 可能是你最能感受到的 生活 先说医疗 新加坡正在应对老龄化 到2030年 每四个新加坡人 就有一个超过65岁 RIE2030强调进准医疗 核素质化诊断 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医生先用AI帮你解读基因 再根据结果开出最适合你的药 这样不仅疗效更好 副作用也更少 对家庭来说 这意味着医疗花费更有效率 再说日常生活 绿色能源和智能组屋 会让你的电费 冷气费更便宜 智慧交通系统 会让地铁更准时 巴士更高效 城市里越来越多的环保设施 也会让居住环境更舒适 换句话说 RIE2030不仅是科研战略 它就是我们未来十年得生活升级包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 这是不是小国硬要和大国拼一拼 其实不然 新加坡的打法 不是全面铺开 而是精准聚焦 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当老大 但只要在关键点站位 就能在全球产业链上卡住一个核心 300亿新币看似庞大 其实是对未来生存的必要投资 好了 总结一下 RIE2030的300亿新币 不只是国家战略 更是实实在在会改变你我的工作 教育和生活的未来计划 问题来了 你觉得这算是豪赌 还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聊聊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 记得点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